今天来玩一个游戏 我写甲骨文 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字 今天这个有点难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上半部是一个稻荷的荷 表示很丰收的意思 下面呢是一个人 弯着背的人 要把这些稻荷带回家 背回家 刚刚是甲骨文 现在看到的是经文 概念是一样的 上面也是丰收的稻荷 下面一个不弯着腰的人 他背着这么多的稻荷回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字 有这样子的情境呢 原来是一年过去了 大丰收 所以呢就是一个年字 这是台湾国小二年级 上学期国语课出现的一个字 不知道聪明的你有没有猜到呢 昨天的甲骨文猜字 真的很难耶 今天这个字非常的可爱 最上面是一个大大的眼睛 表示这个人站在土坡上面 更大的眼睛看什么呢 到了经文的时候 这个秘密的谜底就揭晓了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 坐在土坡上 他在看的东西就是 叹当月亮 快猜到了吗 可以留在评论区 明天揭晓谜底哦 昨天那位坐在土坡上面 看月亮的人 结果是个旺子 遥望月亮的旺 你猜到了吗 接下来猜猜看 这个甲骨文是什么字呢 上半步就打两个大叉叉 其实是要表示 这个纺织的技术很不好啊 下面呢就是一个毛巾的金 猜到了吗 在评论区可以写下你的答案 别忘了点赞收藏 我明天公布谜底哦 我明天公布谜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